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括贝尔 蒂埃 内伊 达乌 缪拉 索尔特 马赛拉 拉纳 奥日罗 布鲁纳 贝尔纳多特等 会有军事才能的肖将 随着帝国的强盛 1806年又分封了一批世袭贵族爵位 与封建时代不同的是 这些贵族的封地是名义上的 而且是在附庸国家 贵族并无领主权利 如贝勒福尔元帅享有 弹泽公爵封号 但不能去波兰弹泽作响领主权 拿破仑的帝国贵族集团 日益扩大 其中也包括一部分旧日的贵族 但资产阶级出身的占大多数 随着帝国的建立 政体官制都改变了 但是基本政策没有变 仍然坚持执政府时期的施政荒申 过去的第一执政专权 演变为皇帝专断 拿破仑不允许权力旁落 也不准对其决策 加以议论 1807年他废除了保民院 立法院的作用也急剧降低 只有俯首于他的元老院 和相当于他的秘书班子的参政院 在一步一驱地跟着他的调子活动 在经济上继续实行保护主义政策 尤其重视推进工业革命 鼓励机器的发明创造 政府曾以高额奖金张榜招贤 以求制造马榜机 对农业也急于重视 鼓励肯荒和培育两种 然而常年的战争 使工业革命的进展受到阻碍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 法国的经济发展和财政来源 同在战争中的扩张与掠夺 是联系在一起的 对外战争的继续 为了与英国作战 拿破仑于1805年初在布伦等几个与英国隔海相望的港口建立了布伦大营 准备渡过拉芒石海峡 攻打英国本土 同时与西班牙建立了法西联合舰队 驻植布罗托海峡一带 准备渡海时北上配合作战 没有常被陆军的英国急忙拼凑新的反法同盟 1804年4月 英俄帝约联合起来 由于帝国建立后 拿破仑将所占的意大利共和国改为王国 自认国王 由继子欧仁伯尔内为父王 又将卢卡地区封给妹妹爱丽莎波巴巴作为公爵领地 从而激怒了奥地利 奥地利于8月也加入了同盟 这就是第三次反法同盟 瑞典和纳布伦斯随后也加入了 俄澳联军的开始行动时 拿破仑不得不将7个军从布伦大营调至莱茵河 9月底 各军到达指定地点 切断了澳军前锋部队同后方的联系 11月20日 拿破仑在乌尔姆全监了这支奥运 但是10月21日在另一个战场上却出现了相反的情况 法西联合舰队在特拉法加海角与纳尔逊率领的英国舰队相遇展开大战 结果法西联合舰队几乎全军覆灭 纳尔逊也在受重伤后身亡 虽然失去了统帅英军却获全胜 依然掌握着制海权 法国则失去了渡海攻打英国的可能 然而这并不能阻挡拿破仑在路上的禁军 沃尔姆战役后 法军长期止入 于11月13日攻下维也纳 然后便北上进击俄澳联军 当时俄澳两国主力在沙皇亚历山大一世 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兰西斯二世的直接都政下 急剧在普拉层平原一旦 拿破仑又使敌军在奥斯特利茨村进行了决战 12月2日即拿破仑加冕一周年之日 法军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联军死伤被辅者达3.5万人 而法军损失还不足4000人 联军的大炮自重也禁归法军 12月26日 把澳签订普列斯堡合约 奥地利承认法国对意大利的占领 将威尼斯 伊斯特利亚 达尔玛提亚 割让给意大利王国 又将斯瓦比亚 提罗尔分别割让给了法国附庸 福腾堡和巴法利亚 还要向法国大量赔款 俄军逃回本国 奥地利割地赔款 第三次反法同盟实际上已刮解 由拿破仑统治的远远超出本国疆域的大帝国建立起来 拿破仑在1806年采取了许多措施加强这个大帝国 在意大利区域 除占据北部中部地区的意大利王国之外 他还在南部取消了西班牙波皇王朝的统治 任命其兄约瑟夫为纳布勒斯国王 在德意志 建立了以杜塞尔多夫为中心的伯格大公国 任命妹夫缪拉尔元帅为大公 7月更将南部西部的14个邦 后增至16个 所称为莱因联邦 由拿破仑任保护人在那里征兵收税 8月1日宣布莱因邦联退出德意志帝国 前面是莱因邦联 存在了9个世纪的神圣罗瓦帝国实际上解体了 皇帝弗兰西斯二世被迫放弃存考 改成奥地利皇帝弗兰西斯一世 另外拿破仑还将其帝陆裔 分为荷兰国王 拿破仑在德意志的扩张 特别是莱因邦联的建立 使已经保持了十年中立的普鲁士感到了极大的威胁 普王威廉三世与俄国进行谈判得到了支持 英国也对普鲁士给予津贴 于是1806年9月第四次反法同盟又形成了 10月1日普王向法国发布最后通牒 要求法军从莱因河右岸地区撤出 10月7日拿破仑收到通牒 8日便离开巴黎率军出征 出征后第六天 即10月14日 在耶纳地区与普军主力会战大获全胜 27日拿破仑进入柏林 并在各地扫荡残敌 11月8日最后一支普军投降 距拿破仑出征刚好一个月 拿破仑取得军事胜利速度之快 使得普鲁士盟友俄国还未及出动 但是已遭到失败的普王却不肯议和 仍寄希望于俄国 拿破仑挥师东进到达波兰 于11月27日进入华沙 深受俄普澳瓜分亡国之苦的波兰人民 曾把他视为解放者加以欢迎 12月26日 法军与开进波兰的俄军交锋 胜负未分 1807年2月 双方在埃劳是东普鲁士大战 仍然相持不下 双方损失都很严重 巴黎交易所的股票价格出现下跌现象 法军未能迅速取胜 主要是因为拿破仑惯用的战术 不适应东欧的大兵员 5月 法军终于攻下了包围达 两个月之久的战德港 6月14日 在埃劳东北的普里德兰 法军同俄普联军进行了大会战 取得巨大胜利 随后 法军占领普鲁士全境 并推进了俄国边境的涅满河 俄国求和沙皇与拿破仑于6月25日在涅满河上新建的华丽船之上进行了未透露内容的会谈 7月7日和9日 法国先后从俄普签订了提尔西特合约 根据合约 战败的俄国未损失任何领土 反而拿破仑同意俄国在东欧和北欧自由行动 俄国承认了兰英邦联以及法国在意大利 德意志 荷兰的全部行动 而且与法国定立了反英同盟 11月7日 俄国对英宣战加入大陆封锁体系 显然法俄以别的国家为牺牲达成了妥协 拿破仑对待普鲁士是十分苛刻的 除保留东普鲁士 波美拉里亚 伯兰登堡和西里西亚外 普鲁士丧失了其余大片领土 其一北河以西领土的大部分 划入了新成立的 由拿破仑右帝 热罗姆为国王的 威斯特法尼亚王国 原来普鲁士在瓜分波兰时 占领了土地 被改为华沙大公国 由拿破仑的附庸 萨克森国王兼任大公国 普鲁士还要向法国赔款一亿法老 条约使普鲁士人口 从一千万降到四百九十三万 提尔西的合约表明 拿破仑对外战争的性质 已完全变为霸权主义的了 在此之前 几次战争主要是 由反法同盟方面挑起的 企图扑灭法国革命 尽管拿破仑有着 很强的霸权主义野心 但其战争在客观上 仍具有反干涉的性质 第四次反法同盟被击败 和提尔西特合约的签订 使以后的法国 对外战争失去了反干涉的性质 欧洲大陆上 已没有堪称法国敌手的国家 倒是拿破仑在扮演欧洲的主宰 并力图建立一个大陆体系 大陆封锁体系 还在1806年11月21日时 拿破仑在柏林就发布斥令 宣布封锁不列颠珠岛 英国及其殖民地的船只 一律不准驶入帝国控制的任何港口 这就是大陆封锁政策的开始 也是拿破仑企图建立大陆体系 以扼杀英国的起点 1807年10月13日 拿破仑在其涉潮听证的 封丹白鹿行攻 是巴黎南部 再次发布斥令加强大陆封锁 1807年11月23日和12月27日 他在意大利又两次发布米兰斥令 宣布任何商品必须有原产地证明 确数非英国及其殖民地的产品 方可进入大陆 一切中立国的船只 凡曾在英国靠国岸的 破船一并没收 曾屈从于英国要求的中立国船只 即视为已剥夺国籍 可与捕获 严厉的大陆封锁政策 曾使英国的出口额锐减 蒙受很大损失 英国当即宣布从海上封锁大陆 同时力图打开因祸进入大陆的通道 中立国葡萄牙成了重要的通道之一 拿破仑对此不能容忍 还在发布封丹白鹿斥令的前一天 即10月12日 就命令诸诺将军率兵远征葡萄牙 为稳定西班牙并促使其借道行军 10月27日与西班牙签订条约 许诺事后将葡萄牙南部划归西班牙 然而在诸诺出征之日 拿破仑却组成了进攻西班牙的冰环 法军开到葡萄牙时 自知不敌的该国王室 于11月29日逃往殖民地巴西 30日法军进入里斯本 1808年3月初 进攻西班牙的法军开始行动 23日攻占首都马德里 5月西班牙国王查理四世 被迫宣布将王位赠予拿破仑 于是拿破仑于7月初将其凶约瑟夫调制西班牙为国王 攻击妹夫缅拉 继任为纳布勒斯国王 这时拿破仑的大帝国主 法国本土外已包括三大地区 它们是整个亚平宁半岛及意大利地区 伊比利亚半岛及西班牙葡萄牙地区 德意志的大片领土以及相连的华沙大公国 比利时与荷兰地区 其凶约瑟夫 其弟路易 德罗姆 其妹 其妹帐 缪拉 其继子 欧人 伯厄尔内 在这些地区中担任国王 父王之职 波拿破家族似乎建立了一个家天下的体系 但是 拿破仑的大路体系充满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首先是他的那些倾毒有着很强的离心倾向 使拿破仑难以驾驭 约瑟夫表示 如果有人要我仅仅为法国的利益去组治西班牙 那就别指望我会这样做 缪拉子在纳布勒斯培职私人势力 扬言 落国王不是为了听同别人的指挥 路易在荷兰无视大陆封锁法令 放任走私英国货物的活动 如同封建时代君主与诸侯的矛盾一样 拿破仑与其亲族的矛盾是协调不了的 最严重的矛盾还在于 被占领地区广大人民对拿破仑投掷的反抗 西班牙人民以游击战的方式进行了完全的抵抗 一度将约瑟夫赶出了马德里 杜邦将军在镇压时遭到惨败被迫投降 1808年11月拿破仑不得不率军轻征 几近交战也未能停息西班牙的反抗斗争 在这之前 西班牙在英国支持下也打败了法军 根据8月30日签订的条约 法军撤出了葡萄牙 在威斯特法利亚王国 各罗姆也曾一度被反抗者赶出手动 提罗尔地区也发生了武装起义 在提尔西特合约中蒙受七十大陆的普鲁士 进行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 而且吸取了法国的经验 改组军队劝索和恢复国力 所有这一切形成了拿破仑无法遏制的反抗运动 此外 法国的宿敌英国依然是拿破仑难以应付的禁敌 1809年1月英国联合奥地利又组成了第五次反法同盟 此时在西班牙久战不赫的拿破仑 被迫留下30万大军急忙返回国内 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仓库应战 他带领1810年才达到入伍年龄而被提前预争的军人 于1809年4月12日离开巴黎奔赴前线 5月12日拿破仑在连破敌军后进入维也纳 随后又去追击澳军主力 欧洲各国未料到拿破仑在仓库间仍会迅速取胜 故而普鲁士曾暂停支付对法赔款 教皇则宣布将拿破仑隔出教门 拿破仑立即进行报复 7月6日法军进入罗马将教皇逮捕 就在同一天 法军与澳军主力在瓦格拉姆进行了决战 经过艰苦奋战 法军击溃澳军奥地利求和 10月14日双方签订 肖恩布鲁恩合约 奥地利对法赔款7500万法郎 割让部分领土损失人口350万 至此 拿破仑占领的别国领土 已相当本国面积的三倍 统治的外国人口达7500万 但是大帝国已盛级而衰 内部矛盾日趋严重 拿破仑帝国的衰落 除去其倾毒的离心倾向外 法国人民以及资产阶级本身 也逐渐收回了对拿破仑的拥护和支持 这是多种原因造成的 大陆封锁政策是首要的原因 这个政策曾为法国和欧洲大陆带来一些好处 由于免除了因祸的竞争 使部分工业得到了发展 为得到过去依靠进口的商品 兴起一些新的工业部门 为制造某些代用品 出现若干新的发明壮盗等等 但是大多数传统进口商品 是无法自行解决的 依靠进口原料的工业停产了 进出口业务和航运也瘫痪了 法国传统的具有优势的 出口商品奢侈品市场凋零了 而且由于封锁造成的机会 德意志西部 中部和比利时 捷克等地的工业发展起来 成为法国的竞争对手 所有这一切都严重损害了 法国资产阶级的利益 实际上 拿破仑是在强迫资产阶级 为了波纳巴黄潮的利益做出牺牲 这是违背当年资产阶级 拥护它的初衷的 大量人民生活必须品 如食堂 咖啡 香料等的 其缺甚至绝技 也使群众十分不满 少许的走私货得 其货可举 价格较前上涨5至12倍 在这种情况下 帝国的财政收入也在下降 海关税收于 海关税收急剧减少 国内营业税大幅度降低 仅1808到1809年 关税就从6000万法郎 降至1150万法郎 帝国被迫实行通货膨胀政策 法兰西银行发行的纸币 从1806年的6300万法郎 猛增到1812年的1.1亿法郎 同时 拿破仑的政策 给广大法国人民 也带来了日益深重的灾难 除去物价高涨 是人民日需品通外 他永不休止的征兵 已经连年战争造成了部队伤亡 不仅给无数家庭带来痛苦和悲伤 而且也造成法国劳动力大量减少 破坏了生产 征兵是对法国人民征收的血税 另外 工业凋敝时的失业人口激增 1811年巴黎失业工人就达2万 农业也发生了严重欠售 1811年秋至1812年秋 小卖价格上涨一半 在广大人民度日监囊 习干游民日益增多之时 皇族官员少数爆发户资产者 却大巴工财 皇帝的年份为2500万法郎 皇太后毕100万法郎 塞纳省长3万法郎 参政院成员2.5万法郎 军需供应商 向国家放在的大银行家 和经营与欧洲大陆贸易的 工商业巨子更是大发工财 而普通工人一年所得 还不足900法郎 贫富分化更加深了社会矛盾 拿破仑日益向封建传统靠拢 也严重地伤害了大革命以来 法国人民已经具有的近代公民意识 在宫廷里 拿破仑重建传统王朝那种繁荣的朝仪 从1811年起又为宫廷安排席次等级森严 他从1808年就创立了帝国贵族制度 仍习用了亲王 公爵 伯爵 男爵等分泡 宫廷官制 则设大选侯 大组都 大法官 大司库 大司马 帝国首席大臣 元帅等职位 他所封的贵族头衔多达一千数百个 这种家天下贵族化的封建倾向正是大革命所摧毁 而且帝国贵族集团并不具有旧贵族那种世袭的和血缘的纽带 也没有传统的忠军观念 仅仅是拿破仑以个人的权势制造出来的一群人 一旦拿破仑失势 这个贵族集团也必然会树导不遵散 各奔西东 实际上 拿破仑对这个贵族集团也不真正信任 从1807年起 不少有才能有见解的官员被排斥了 包括夏普查尔 哈利朗 布歇等等 启用了一些二流人物 可以是好不远 却不能成为好助手 为了使自己处处上个正统皇帝的样子 拿破仑于1809年12月与不能再生育的约瑟芬离婚 于1810年4月娶古老的哈布斯堡皇朝的女大公 奥黄之女玛丽路易斯为皇后 玛丽路易斯是前法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侄女 在亲缘上 拿破仑成了路易十六的内职女婿 这个联姻时法国人自然想起了17年前被处死的另一个奥地利公主 玛丽安托瓦内特 1811年 玛丽路易斯生下一子 拿破仑封之为罗马王 这就是从未登基的拿破仑二世 拿破仑将自己降低到封建帝王的水平 败到在正统主义面前 既伤害法兰西民国的感情 又不能渐容于那些传统的封建君主 一切情况表明 拿破仑的政权及其统治的大帝国 已经困难重重 无可挽回地走上了没落道路 他在完成了稳定局势 巩固革命成果的使命之后 逐步走向反面 逆历史潮流而动 注定要遭到倒台的命令 好了 今天我们先读到这里 明天我们再来看帝国的覆灭 欢迎您继续关注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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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